高雄鳳山一間肉園店老闆四年前在店內打烊之後 因為沒有把水管給收好 就導致一名零性老翁行經 時候疑似被絆倒致死 法院最後判決這老闆需要賠償四百四十六萬元 還要坐牢一年 網板肉園放入油鍋 炸出金黃色澤透出陣陣的香氣 最近許多民眾上門光顧 不過店家卻被控告 裝設了排水管導致一名老翁跌倒過失致死 當時店家就是裝設一條像後方一樣的藍色軟性水管 不過事發之後 店家已經將水管給全部移除 郭希老闆在鳳山新富路一處大樓 租了一樓的店面賣肉園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號晚上打烊之後 沒有將排水軟管收好 八十一歲的林姓老翁外出經過 不小心被水管絆倒 路人協助止血之後老翁回家休息 但是隔天早上七點多 他卻劇烈頭痛失去呼吸心跳送醫 一個多月之後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家屬因此向老闆求償五百二十六萬元 不過對方只願意一百五十萬元和解 法院最後判賠四百四十六萬 開始我們就覺得要求金額太高了 我們也是在一直努力的跟他談和解啊 沒有不問不問啊 想說法官都要需要一個綿敏之心啊 行李法都沒有講到 我覺得太殘忍了 設置排水管確實是有可能會辦到路過的行人 被告郭姓男子的過失行為 跟林姓男子的死亡結果之間 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所以被告郭姓男子應該要對原告者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目前任元店交棒給兒子和媳婦接受 父親除了要賠償家屬之外 也因為過失致死罪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目前的判決讓家屬不太能夠接受 而與過失的林姓老翁同住的太太 則不願多做回應 全案將繼續上訴 記得蘇維婷 劉啟文 高雄報導